网络投票最适合当首相人选 安华获得大多数票 已成为第九任首相 马来报光芒日报日前举行网上民调 投选谁出任第九任首相 一共有1207人参与 结果显示 有45.76%投选安华 而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获得 24.54%排在第二 该网上投选一共有六名人选 排在第三的是现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14.55% 第四名是巫统熟理主席 拿督斯里莫哈莫哈山 6.74% 第五名则是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 4.57% 和第六则是外交部长 拿督斯里西山木丁 3.89%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拉西英群聚吃榴莲 遭到网友抓包后 向大众道歉 前首相纳吉发挥创意 上传一张照片也语 若国会仍被视为不安全 而无法召开会议 那不如到榴莲园 开国会会议 纳吉在面子书 撰文言语说 副议长早就在榴莲园 完成讨论人民援助问题了 只是顺便收集榴莲 大家一起吧 照片显示 纳吉弯腰捧着两粒榴莲 表情十分愉快 他说 如果国会应安全因素 不得不搬到榴莲园 召开 我已经准备好了 纳吉早前也曾多次批评 政府允许工厂 和一些非必须领域营业 并曾建议到工厂 和电影院等安全地方 召开国会 国会上议院主席 来世雅丁指出 本身将说服首相 丹斯里慕尤丁 在8月1日前召开 特别国会 他接受马来西亚前风报 访问时说 国会议长 在会见国家元首时 元首陛下 已经再次传达国会 必须尽快召开的指示 为此 他表示 本身将会 将国家元首的意愿传达给 也是国会理事会主席的首相 他指出 国会特别会议的时间表 将由首相决定 可能是2-5天 之后将在8月秒 如常召开国会 由于受到议会常规 及法令限制 第一次的国会 不能以混合议会方式进行 因此来世雅丁要议员们 必须前往国会 但他表示 无论如何 首相必须 让第一次的国会 成功举行 他指出 他们将与首相 讨论召开国会 最适当的日期 而国家元首则强调 不能够比预期的时间尺 我们将会说服首相 以便特别议会 能够在8月1日前 就召开 让他们相对比预期的时间尺 我感谢依特席